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什么事安姐 平时我们在超市购买成箱的奶时 箱子上都会有这种提手 很多人觉得这个提手没有用都会将它扔掉了 其实这个提手在生活中还有大作用 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制作手机支架 我们可以把皮筋绑在手机的两侧 之后将提手绑在上面 绑好之后立起来 这样一个手机支架就制作好了 平时我们追个剧看个电影是特别的方便 再也不用花钱去买手机支架 第二个妙用 我们可以用这个提手直接绑在窗帘上 如果我们家里没有窗帘束带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提手来代替 只需要将一端解开之后再捆住 这样窗帘就捆绑好了 方法简单又实用 而且完全不会影响到窗帘的美观性哦 用图三 我们每次在打开马桶盖的时候 都会掀开盖子或直接碰到这个马桶上 这时感觉会非常脏 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提手就轻松解决这个难题 把提手的两边我们粘上热绒胶 接着直接把它粘在马桶上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 将它粘起来 粘好就是这个样子 下次我们在打开马桶盖的时候呢 就不会直接碰触到马桶 而且这个提手特别的软 不会个到 清洗起来呢也是很方便 因为它是防水的 不急使用起来方便 而且呢还干净又未生哦 用图四 我们将这个提手的两侧同样粘上胶 把它直接粘在盆子上 固定好冷却一下 粘好之后 我们把它直接挂在墙壁上 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的空间 用图五制作垃圾桶挂钩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 就是在扔垃圾的时候 塑料袋总往下滑 我们可以将这个提手的两侧剪掉 剪好就是这个样子 之后把它粘在垃圾桶的两侧 现在垃圾桶的两侧就有这样的小挂钩了 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垃圾袋套在挂钩上 两边都固定好 这样我们在扔垃圾的时候 垃圾袋就不会脱落了 简单又美观的小挂钩 大家也可以制作一个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提手呢 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吧 那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